近年开年的西侠军事场有两名九五花承包 虫子和星罗宁成堂的相继上映 给部分聚会的网友打来追究的动力 但是两部电视剧更新几集后 大部分网友选择对虫子弃剧了 在众多九五花中 白鲁 赵露丝 关小彤处于第一梯队 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和不错的热度 杨超越 李兰迪 于书欣等人则处于第二梯队 因为杨超越和李兰迪风格相近 热度也相仿 所以虫子和星罗谁能在竞争中胜出 对二人之后的资源有较大影响 娱乐圈竞争十分激烈 现在杨超越的资源并不好 自放十方希望能够通过虫子提高他的影响力 但是按照虫子播出后杨超越的口碑来看 杨超越不仅吃不到这部剧的红利 反而会让自己失去古偶市场 虫子自从播出后可以说是一直获得花千古的影响 毕竟摄定和花千古差不多 都是女主资质品品 男主是其师傅 然后女主黑花两人相爱相杀 摄定差不多 却没有把握住花千古的精髓 花千古师傅人设特别冷 刚开始给人一种掩饰出高途 但又有温情的感觉 诺英凡没花千古师傅那么冷 也没有太过于惊艳的感觉 还不如徐正熙几年前的态势 逛一个插腰的动作 就能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 女主摄定刚开始是一个乞丐 只是比较新颖的一个地方 女主被欺负的时候难助挺身而出 在女主身上设有煞气属性 男主让她到南华派修仙 两人因此结缘 嗯 就光看这段中规中矩 基本没看下的欲望 但是也能看 后来女主照例碰上同伴 偶然又泄露煞气不被重视 险些被都教赶出南华 陆英凡受虫子为徒 接着就是各种讨好事帮助女主 女主闯祸她兜着 不让她的煞气伤人 后期肯定是要往女主 偶然和男主误会上走的 又要经过几时的爱恋 最后成功收拾反派 都是一个套路啊 再加上浮华道也略显劣质 并不算好剧 网友评价 女主不像徒弟 倒像是打情骂下的师兄妹 师父和徒弟之间 也没有那种教导和尊敬的感觉 说实话 这部剧卖点不就是师徒恋吗 现结果拍得像四不像啊 看来线下剧 真的还是要好好打磨呀 光靠利益好还是不够低 新浪临长堂设定也是不错的 双生姐妹从小被不同对待 一个股的养尊处优 获得了太多关注和爱 另一个则是受尽冷落 没少吃苦 结果本来是姐姐的丈夫 变成了妹妹的 而妹妹的丈夫却变成了姐姐的 两个人的夫婿也是截然不同 一个天界太子 一个陈渊少君 梁姐妹开头还得隐藏身份 两个人通过手臂刺字 相互联系 有点像上桌花椒嫁对狼 错假之后的夫妻 反而是更合适的 不过刚上两集吐槽声音是不断 吐槽也很一致 那就是男女主的配音 女主的配音太过于年轻了 男主的配音也太过于不年轻了 网友还说 女主挺漂亮的 就是有点老 像不太符合18岁少女这个形象 但是演技过关 加剧情真挺不错的 男主那个原生 一开口真的很出戏 有网友建议 可以再出一个别的配音版本 新浪临长堂是可以二刷的 除了剧情设定以外 在喀布之前 虫子的阵容深度要强于星落 所以很多网友会优先选择观看虫子 但却被杨超越劝退 杨超越的颜值在角中一言难尽 他自身形象灵动可爱 但是整个装造和造型 与他自身气质很不大 杨超越不仅说了造型 演技也在与李兰迪的比拼中落入下风 杨超越演技上的臭毛病 依旧没有任何改观 一如既往的吹胡子瞪眼 在某些场景中非常有违和感 反观男主徐正希 演技剧比杨超越沉往好多 主角不如配剧出彩 对所有演员来说都是十分尴尬的 林思义在剧中不论从美貌 还是演技都要强于杨超越 虫子过后 恐怕没有剧组敢再找杨超越拍鼓偶了吧 杨超越的粉丝也谈到 他还是更加适合现代剧 杏洛临长堂与虫子相比 男主电影之明显不如徐正希 甚至有美女配丑男的味道 但是李兰迪的表现却让观众十分意外 她的表现十分出彩 首先从身材上看 李兰迪成功实现了逆袭 相比孟茴 她的颜值与身材 直接提高了一个档次 星落中和轩灵 戴亚奇 白鱼飞等几位女配的造型和妆容十分美艳 但是李兰迪依然能够力压众人 体现自己正宫的地位 无论是爆花还是九五花 修的演员都是由古偶爆火 从而提高自己资源竞争力 李兰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吃到古偶红利的演员 对杨朝月和李兰迪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得势 更关乎自己以后的发展 资本是不会一直将资源浪费在一个 不会带来回报的人身上的 虽然星落凝成堂各方面都比虫子强 但她的热度却被虫子碾压了 而且剧组因有扑街发疯的倾向 近日星落的制片人刘宁 直接给虫子点了个彩 就谁是倒数第一名 引起了争论 制片人刘宁点赞的这条博文 是明目张胆的拉财 疑似内涵虫子比星落更差劲 是倒数第一名 点赞被发酵后 制片人又取笑了赞 但是没有道歉或者解释 随后她称 星落的站内热度破了7000 周五周六只更新一击 要大家忍忍 这番话 初看上大家多给一下耐心 戏品后会发现大概是热度不及预期 把过暂且推给了日更一击的补处方式 制片人的这些行为 有网友认为纯粹是性发作 擅长使用这种手段找热度 并拿她的代表作香蜜举例 说这部剧就是靠着 炒作男主义男二矛盾活起来的 剧集播出期间 整天在网上上蹿下跳 最后 照着多家团队粉丝混战 掀起了热度 刘宁曾经也提到 在香蜜播出期间 密切关注网络数据 时刻关注舆论动向 所以点赞虫子的黑博文 可能就是测试心态 当然也不排除真手画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这是剧组开始发疯了 原因是剧集铺接了 星落与虫子 是两个不同级别的项目 星落是卫士上兴S家的大剧 虫子是S级的网剧 两个剧的投资完全不对等 放在一起对比就是输 如若星落制片人 认为比虫子强一点就赢了 那不知一提 事实上看数据对比 星落的成绩还比不上虫子呢 剧集搜索热度 虫子更高 演员热度 李兰迪也不准杨超越高 角色指数 虫子可以爬到第四 星落在第16名 几乎快要不上榜了 收视率方面 星落两个平台的数据差别较大 浙江卫士排在第五 相对靠前 那是也不高 江苏卫士直接落到了第十二 还比不上杨超越主演的短剧 加油姐妹 成绩相当差 据悉 星落是在浙江卫士 及江苏卫士两个平台播出 播出后有网友称 疑似是江苏卫士的工作人员 发文吐槽 称领导以为星落 即便超不过香蜜 至少可以连着三部剧 大盘起来一点点 结果让人很失望 猜测下一个发疯的 可能是浙江卫士 或者网播平台 跟星落难掩失望的发言比起来 虫子主创的情绪相当稳定 作者面对铺天盖地的吐槽和批评 要大家不要理睬 做好自己尊重他人成果 并针对网友批评的几个细节 也做了合理的解释 播得不少好感 从剧本身角度出发 星落与虫子 各有各的毛病 装发致警 演技 台词等多方面都被吐槽了 口碑本来就不好 然而 个别主创 还试图利用戏外点火层热度 着实是路途穷尽的做法 希望主创人员 还是体面一点 对自己的剧有信心 好剧一定会有欣赏他的观众 不必急躁下场